欢迎来到今天的TBS看世界 抢救亚洲老化特别报道 我是彭聚 全球现在总共有80亿人口 但你能想象吗 在中国大陆就占了14亿 等于说全球呢 有1成7的人口都在中国 但你有想过 当这1成7的人口逐渐老化 退出工厂 退出劳动市场之后 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今天的节目里头 我们都会带您详细分析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来讨论 中国大陆现在的人口情况 在2022年的人口资讯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 中国大陆是睽違61年来 首次的人口负成长 我们一起来看这次报道 高点酷一掌心 好 一只手托住头紧 后背 安抚小婴儿 动作必须和缓轻柔 这家专门训练月扫的培训班 急满想入行的学员 名额供不应求 你说可笑不可笑 喵 照顾小孩子要满足生理需求 心理健康也得兼顾 像这样18班武艺样样精通的月扫 一个月可领到6万6千块台币 远高于全国平均薪资 纵使大陆人口去年首度呈现负成长 但市场对月扫的需求却不减反增 当大大下降之后呢 那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可能要求就更高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也就是对我们所挑选的这些基础的护理人员 要求也在提高 一年一度的春运 号称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 不过数据显示 2023农历年的移动人次 近比2019年同期 瑞减9.24亿 同一时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现 大陆2022年总人口数 14亿1175万 比2021年少了85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千人负0.60 呈现61年来首度负成长 外界解读 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因病死亡的实际人数远高于官方数据 也让整体人口急剧下滑的现象浮上台面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的调查显示 35岁以下女性 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 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我们从中国的人口金字塔里面可以看到 他们人口最多的那几年 其实是他们中国最有想象力的 最有未来的 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或是他们在鼓吹大药镜的时候 大家觉得未来会过得更好 所以大家愿意去生小孩子 中国在这几年 特别是这三年的所谓的疫情期间 严格封控之下 很多人都放弃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说我们这一代就是照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 中国大陆人口断崖式下滑 与早年的生育政策息息相关 回顾1970年代 当时有没有实施一胎化政策 在重男轻女观念推破助澜下 衍生出男女比例失衡 如今农村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的恶果 直到2011年 政府开始推动双毒两孩 2013年再寄出单毒两孩 也就是放宽独生子女父母可以生养两个孩子 然而全校不张 因此2015年进一步松绑 一胎化走入历史 变成全面两孩 2021年8月再推三孩政策 但高龄少子已成定局 源源不绝的人口红利 只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习近平其实在二十大的报告里面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要处理这两个问题 前面一个问题就是生育要有一个战略 后面就是老年化的问题 但是我想光是靠一个奖励补贴 究竟不是一个办法 两岸学者赵春山分析 早年一胎化强制节育 大陆民众阴影犹在 再多生育奖励补贴或学费减免 恐怕都无济于事 学者陈建甫进一步点出 有鉴于年轻世代奉行躺平主义 因此搞好经济 才是提高生育率至本之道 过去的像自动化已经开始在做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工厂 可能也不再是中国所要的 中国必须做产业的调整 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 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居住在城镇 这时候整个所谓的经济的产业结构 有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移居到城镇这些人 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这个才会影响到年轻人愿不愿意升 当你年轻人在减少 老年人增加你的消费就不会成长 因为通常这种消费力道最强的 都是年轻这个族群 老人家屋局也没有那么高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沿海的劳动力 慢慢也不够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前一阵子经济学人也提到了 现在亚洲的替代供应链 是从日本一路延伸到台湾到东南亚 一直到印度去 尤其是印尼跟印度 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又年轻又多 所以这些年轻人会取代到大陆的工作 充足的劳动力 使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专家认为既然人口负成长趋势不可逆 借近欧美经验或许是可行之道 所以你自己的小孩不够你就要吸引外地的人才进来 中国大陆也许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开放外国人才到那边去工作 除了高阶的白领以外中低阶的蓝领 比如说开放外籍劳工印度的劳工或者是东南亚劳工 也可以一部分补充这种人力的不足 国际智库分析 美国每年吸收约一百万移民 出身人口平稳 预计二零五六年 美国出身人口将超越大陆 人口象征国力 大陆抢救生育率刻不容缓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淡江大学的财经系教授 聂建中聂教授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教授我们马上就要来看到所谓中国大陆的国安危机 当然跟嫂子化跟高龄化是有关系的 从刚刚新闻当中也看到一个数据说 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大陆人口总数 跟前一年相比是减少了85万 这也是他们在大饥荒之后第一次的负成长 我们来看到去年的数据 去年的出身人口是956万 是1949年以来的新低点 死亡人口是破千万 也是1975年来的新高 但死亡人口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在去年有所谓的比较严重的疫情发生 但整体来说出生率也都是明显的偏少 我想要先请教教授 其实很明显的中国大陆的人口负成长的状况之下 很明显跟一胎化有关系 但可预见的未来 您认为说中国大陆的人口有可能出现逆转的状况吗 就是开始变多 或者您认为它会持续的萎缩呢 好这个答案我能说yes and no 短期绝对不可能 中长期很难讲 但也很难这样子 那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 85万除以去年的900多万 将近十分之一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down trend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还是必须说明一下 那这是他们从1961年最严重的 而且第一次出现负成长 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出生率多少吗 他现在出生率只有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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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非常低的数字 一对夫妻可能生一个孩子 都没有办法 基本上到1.5以下 实际上这个国家在未来 其实他的所谓的未来的少年当未来的主人公 其实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些 慢慢的一些国安产生一些问题 这个绝对就是国安问题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讲一个术语叫做生不如死嘛 就刚刚讲的 真的生的真的不如死的多 当然COVID-19的确是让这个当往生人比较多 不过这里所谓的副成长 首年出现跟COVID-19也是有关系 我们讲这个副成长生不如谁就算 但生的太少 那死亡的多到不是 其实说某个角度死亡的多不是问题 但是死亡是什么样的人口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今天高龄到了一定的时间 推积到上面 比较没有劳定 对国家来讲 对比较没有劳定的人 他自然淘汰掉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也不会有很大 问题是会插针 但是问题还不会比这个所谓的 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死亡的严重 当然我觉得去年他们这个除了副成长之外 这个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突然这个爆发性的死亡 这个也都主要有点关系 对 那刚刚对不起 回到那个会不会这个回复流转回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也不难回答 我们要看一下他们一胎化 这个一胎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有两个原因 还有一个社会思想的改变 结婚变迁 以前如果不生叫顶客族 但是自愿不生 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在不想结婚 结婚都不想结婚 不要讲顶客族 顶客族还double income no kids 结了婚不生 好 第一个不婚 第一个还晚婚 那晚婚也会delay我们的生育 第三个还不想生 那又不生 那你现在不婚也好 那又不生 结婚又不生 那就麻烦 这是自己属于这个发生内部的 外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大陆的这个一胎化政策 从1980年到2000 那是比较严峻的一胎化政策的时期 请问一下如果从2000年到现在 是哪一年 可以结婚生子的年代 不就是1980年到2000 到现在不就是20岁到40岁左右吗 没说当时政策的恶果 现在开始浮现了 这就是一个类似 business cycle 人口的循环波动 因为我们在1960年战争之后 战争打这个就死亡了太多的人 战后呢 我们叫做战后婴儿潮 就开始把他生回来 对那时候没有任何政策 这个各国都有非常多的战后婴儿潮 产生了非常严峻的人口的爆发 我这样举例好 光讲台湾 哪一年出生人口最多 民国65年1976年 那一年刚好是农年 生了43万人 其实台湾的国安危机更严重 其实是13.8万人 好可怕 他现在变成三分之一 那我们未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必须说明 这个是我讲外部的所谓一胎化 从1980年到2000年延伸到现在 这外部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所谓的人口减少 不过你刚刚讲的 最后一个我要回答案就是说 会不会回来就短期不可能 你知道2000年要四婚年到好 30岁好了 将来三岁 可能这五年十年都很难 可是他们有开放 那开放我们待会有在讲 就从2014到2015一个结构 还有21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会在10年15年20年后慢慢产生 但会不会产生还要看 我们刚讲内部的因素 这些人即便你放宽 他有没有想婚 有没有意愿想要生 所以现在社会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国家都说 你不结婚都可以生的 都比较鼓励 当然都比较鼓励 如果变相鼓励 那这个国家 从生育可能还不错 但从社会伦理搞不好 会有其他的问题 对 刚刚教授其实也提到说 一胎化政策算是一个非常强制 让民众 让他们的人民不生 或是只生一胎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面临到的 就是所谓的观念上的改变 因为当中国大陆官方被问到说 其实你最近出台这么多 所谓帮助生命的政策 但人民为什么还是选择不生呢 他们说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养老观念的调整 还有健康水准的提高 健康水准提高 当然所谓的高龄化的族群 就会明显偏多 因为平均寿命是延长了 还有就是履历截取 还有教育程度 其实也是跟着提高 但是其实新冠疫情似乎也有影响 尤其中国大陆我们说 他的清零政策算是非常的激烈 我们从这个百度的搜寻量 比较2022年还有2018年来看 搜寻所谓的应额推车 还有应额奶瓶的数量 都是大幅的减少 反正搜寻所谓的养老月 是快速的增加 我想要请教教授 其实我们一直讲新冠疫情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 终于放弃所谓的清零政策 当时因为新冠疫情 还有清零政策的影响 所以导致很多的民众在家里 即使天天都待在一起 但是也是不感谢 您认为说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接下来还会持续下去吗 其实我从某个角度 我以前早期的时候 就一两年前听人家说 新冠疫情可能会让生的孩子更多 所以这个看谁讲 大家都待在家 比如到时候停电 每个夫妻都躲在家里 那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增加生育 其实看你要从哪个角度去讲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刚刚讲 从内部的问题 不管是你自己的所得有限 或者现在这个年轻的思想有所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我想放出四海阶段 现在少子化是全世界的问题 高龄化那其实比少子化更是问题 或者说也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养一个老人 其实比养一个小孩还辛苦 其实费用可能还更高 它产生社会结构上的一些 负面的效果可能还更大 那我先讲一下 当然还在从出生率来讲 中国的出生的确我从某个角度的确是很可怕 如果大家回去看 光两三年前 其实大陆的出生在2022年是1.28%的 可是你会发觉它急速到2021、2022 变成0.7多 到现在到0.6多 这逐渐在这几年 不过从这也反映到您刚刚讲的 可能COVID-19还反而减少生育了 但是当时我觉得很难 但是减少生育我觉得 也不一定就是COVID-19 它有加分的地方 也有减分的地方 不过我如果把它持平的话 我必须讲说 整个社会的想法和趋势的确往下降了 那么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我觉得还是一句话 就是刚才我们刚讲大陆 它主要就是过去了 意态化的那一段时间的问题 那一段生的就少了 那你现在到这一段时间 叫他们再生 其实他们人数就生的就少 那想结婚 想生的又减少 不是double 就是平方数的倍增的减少 所以造成它急速下降 我觉得有它的道理 不过我们一直在提到所谓的一胎化政策 其实当时这个政策在1980年代出台 结果其实到了2015年的时候 开始逐渐开放了 2015年的时候开放生两个小朋友 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 更开放了三个小朋友也都可以生 这个官方的数据是告诉我们说 家里生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 其实从35%增长到55% 他说生两个人的家庭变多了 但是他其实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你从不生到生 生一个家庭的这个小朋友 其实这个数据是没有提供的 这个跟整个大环境也都是有关系 包括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大家为什么不生 其实跟台湾的这个原因蛮类似的 第一个就是你照顾啦 教育的费用太高了 收入太低 还有保障网不够健全 甚至男女性别不平等 也都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想要请教教授说 我们说一胎化政策 刚您提到说 包括当时的所谓的恶果跟遗毒 现在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 但是在这当中的所谓的20年30年当中 当中呢 是不是变成说这个政策调整的太晚了 就是一直到2015年才开始逐渐的开放 所以生两个小朋友 对 我刚刚那个数字笔讲一下 刚刚讲一胎化就是2000年左右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小孩子 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2015年这段时间 当然到2015年到现在小孩子 还不可能结婚嘛 但这段时间再往后推 其实还会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刚刚讲短期要回来很难 那我能不能讲一个小笑话 我先讲这个数字问题 刚刚两个小孩35%到这个生到55% 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假的 但是如果过去可以两个人生一个 或者现在一个人生两个 不是一样吗 就打消了 一成二汗二成一是一样的道理 就当时的一胎化现在生两个没有什么 但如果过去就两胎化 那现在再生一个 那是一样的答案 所以他们人口并没有变多 我现在讲的一个有趣的东西 当做小话听就好了 2014年刚好11月的时候 那是我讲是2015年前一年 那在前一年我去了大陆 某个省的这个学校 这个财经权 当他们的讲座教授 我去演讲 演讲的时候 当天住在一个旅馆 隔天早上起来 跟他们的副教掌 还有院长 请我去的院长 大家吃饭 结果他们就 我就晚上听到一个讯息 我早上就恭喜他们 说恭喜各位 你们都可以生两个 两个啦 你们两胎化了 他说大家都不笑 为什么不笑 教授 台湾来的教授 生两胎对我们有用吗 二奶有用 二胎没有用 他说叫我们再娶一个 再生可以 我们太太都多大了 所以你要重点就是 当时一胎化的人 他的太太 其实也都已经到一定年纪 很难 那我必须说明就是说 你今天要开放 那你今天开放 就是说你要鼓励 突然在鼓励 就是那一段人生的那一段人 其实他人生的人口 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必须说 他开放的时候是2014年 而且那2014年 他还有一个限制 过去一胎的人 只有一个小孩的人 才能再生两个 后来隔年一看不对 2015年 所有人放出四海都可以 你只要是有结婚了 你就都可以生两个 所以这有一段的变化 大家大概不知道 因为我刚好听声体验 不过大家都在两年前发生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的确是主任讲的 国安问题 而且真的触及到 很严重的国安 因为这个人口的流失 人口红利的不在 这个国家的未来劳动减少 绝对会很有问题 因为服务养比 我们讲劳动人口 如果低于 我们讲三分之二 就0.67%这样 实际上他们就要低于了 这时候一低于下去 绝对会造成未来 社会结构 和劳动力的很大的断层 除非他们这些人 都变成人口变成人才 否则这些国家 所以他们马上改成三胎 三孩也就是三胎 2021年之后 那未来要怎么改 我觉得 而且他们今天不是改成 是鼓励 鼓励越多越好 这个就是给你各种 他有各种的这种补助 有六种税收减少 教育补助 住房补助等等的 还有所谓的三育 包括你生育养育教育 的各方的三育补助 都出现了 也就是现在是鼓励 还不是只开放而已 对不过以中国人 或是整个华人的概念来说 你通常必须要你要先结婚 才会有接下来生小孩子的 一个这样的过程 但现在在四川 似乎也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 惯例跟习俗 在过去呢 其实在中国大陆 如果你今天是未婚生子的话 基本上在社会上 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限制跟歧视 在过去的话呢 只要呢是非婚生子的话 你必须要缴社会的抚养费 还要报手续 报户口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 还有呢 你必须要提供所谓的 身父亲子鉴定证明 甚至像生育的保险 还有产假 基本上也都没有了 甚至这些小朋友 走到社会上 或是去读书的时候 相关的福利 也都是可能会受到限制 但现在四川呢 他把这个相关的规定放宽了 他是说 如果你今天生育登记的话 是取消所谓的结婚限制 他们代表是说 是不鼓励非婚生子 只是保证未婚先孕的权益 我想要请教教授 我们当然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生育率是0.6 新年刚刚提到的 但是在中欧 北欧国家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本身 他的生育率都是 也都是低 但是呢 他还是可以维持在 基本的水准之下 他们有40%的人 都是所谓的未婚生育 你怎么看 未婚生育在中国大陆 有没有可能实现 未婚生育能不能实现 他刚刚讲嘛 他是为了保证那个 卫生生育的类似群 那我觉得这个死益 其实很美啦 当然也会在无形中变相的 可能鼓励到一些年轻人 就开始真正走上了 所谓的不婚而生 甚至大家甚至 因为年轻人不太懂 甚至同居对啊 或者觉得好玩 搞不好就 开始增加生育 当然从国外 或者说从国家这个 人口内减的角度 其实步伐是一个好处 不过我觉得 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 影响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 不管伦理或社会的结构议题 这个有点两难解答 就是说如果 我们为了人口要解决这个问题 适度的开放有它的必要 但是就必须要有配套措施 所有东西要好的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就是 比如有所谓的教育 或者说行钱 或者年轻的这方面教育 就可能要加码加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整个生育的方面 多一点弹性 其实同时相关的配套工作 绝对也是要做好 不过其实在中国大陆 生小孩可能需要勇气 结婚也需要勇气 尤其对女生来说 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一个人舒服一点嘛 然后做什么也不用考虑别人呀 对然后而且一个人的话会 自在一点吧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 我比较喜欢单身的状态 舒服一点 家里会不会有压力啊 会有一点 但还好 比我妈还挺 挺开放的 她不是那种 对不是那种会 就是很严格碎婚的那种 她就是就觉得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 会比较好一点 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的朋友 都是不结婚 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 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 也有一些就是 有了有结婚 但是一直也没有 没有生小孩的这种 也是蛮多的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会觉得 我自己的那个认知里面 我会觉得说 因为现在社会 跟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女性就是相对来说 自己相对独立 那她的经济独立的情况 这个基础下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 已经不是简单 就是说传统的 我要结一个婚 成一个家 要生一个小孩 那么简单 她可能需要追求一些 精神的契合 对 她已经不需要 为了经济的 经济的那个相互的支撑 来结婚 所以她当她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想法的话 就会影响到她 对婚姻的一些选择 对 她宁可就是说 我就单身没有合适的 没有最合适的 可能没到我这个标准 那我宁可不结婚 但是我也没必要去将就 对 比较少结婚 就是如果说 大家回到家那边就没有在北京 上海这边 结婚会早一点 如果说过来大城职工作可能会晚一点 那你是北京人吗 不是 我是山东人 那家里的人会不会 目前都还不大催你吗 没有不怎么着急 因为就是 其实都是独生子女嘛 然后爸妈妈也都还年轻 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怎么再晚几年 我就待不动了 什么 那你结婚了之后 你说在一两年之后会想结婚吗 那你结婚之后 你会想生孩子吗 会这么立刻就会想生吗 应该也不会 应该要再等几年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长大 还没有那种能力去养一个小孩子 起码可能得再到三十二三岁左右吧 我觉得差不多就合适了 我主要是自己是独生女 想生一个友伴 我之前本来是生 生第一个的时候好痛好痛 我不想生第二个 但是看着我宝宝好可爱 我就想着想再生一个小可爱的宝宝 所以会有母性的概念 就会就是在纠结 但是最后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再生一个 我们也是可能就像一个吧 我们生其自然 对对对生其自然 今次压力会不会很大 在生孩子 要花的钱多不多 还好 对在北京压力挺大 对在北京压力很大 因为北京这边很多那种服务性的成本很高 比如陈月嫂这些 会比其他城市的压力会大一些 但是也给了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好我们刚刚其实听到 其实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女生 尤其到了试婚年龄 或是到了生育年龄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宁可选择独生 也不要生小孩 甚至走入婚姻当中 主要还是跟他们的所谓相关的思想 开始慢慢的改变有关系 我们来看到一个共青团的他的调查 这是2021年的调查 他们发现说 如果男女不确定或是不想结婚的这个比率 女生其实蛮多的达到了43% 而且女性有7成3的人是不相信婚姻的 所以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女性来说 恐婚的情况是非常明显 当然大家跟所谓的中国大陆现在 女生开始慢慢受教育 而且在社会的相关的经济实力上 还有社会地位上逐渐提升 是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我想要请教教授 其实对很多的中国大陆女生来说 他们认为当母亲其实是一种惩罚 尤其你要兼顾自己的事业 还有在家庭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荷 您怎么看 对这个我觉得就要看你一样 很多东西都正反两面 的确生一个孩子非常辛苦 怀胎十月 你中间要承受多少的一些苦痛 甚至受到的影响身体的不适 生的时候呢 那一场也是非常的那个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关卡 生下来之后 你还要有很多的时间 精力甚至完全的投入 我觉得的确会让很多 比较有新世代想法 我们讲Z世代的年轻人 的确会走向不婚 当然或者晚婚 刚才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蛮可怕的一个大数字 初婚人数竟然当了一半 51.5% 这是很大 才八年 那么晚婚就3.78岁 就延后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结构变化 的确会让大家晚婚 甚至3.78岁 我都觉得还好 因为台湾可能更严重 你会发觉台湾晚婚 可能就更严重了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在我刚刚讲 现在这个世代所产生的一个 大家在思想上的差异 我讲内部的 第一个 我们讲早期 你说有子万事足 多子多生 多福气 我们以前稍有年纪 都会这样讲 现在这个我觉得年轻人 可能不太懂这什么意思了 我必须讲一下 最早的时候 当有人说我要做顶客族的时候 说double income no kids 你赚那么多钱干嘛 两个都有 income 又不要小孩 那么将来年纪大呢 他们说有社会照护活神 都有这种思想从某些有小孩 或家庭人就觉得 他们好像不太对 可是后来大家觉得 这也是一种快乐幸福 可是现在年轻人更怪 叫yolo族 大家知道吗 you only live once yolo 这什么意思啊 你只能活一次 只能活一次 所以快乐就好 你一定要经常想说 不要把你的积蓄 或你的生命 给了别人 就包括你自己的小孩 所以这种思想造成了 他们所谓的 不婚 或者晚婚 很严重 当然刚刚讲 顶快就不生 那加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当然就造成了 现在所谓全球都一样的 少子化的问题 很严重 对 除了教授刚刚提到的部分 其实对可能很多女性来说 我们当然不是要很 沙文主义的来讲 这些话 我觉得女生 一定要走入家庭 而是其实对他们来说 包括在职业 还有在婚姻上的选择 对他们来说 的确是可能完全分级的道路 但其实我们要讨论到的是 少子化的状况 刚教授在一开始 就帮我们点题了说 这代表是劳动力的减少 对全球的经济 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不论是手上的iPhone 还是很多生活用品 未来都可能再涨价 不只是因为整个通膨 而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专家话说得很玄 其实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口 从1961年以来首度下降 开始出现都退路的情况 China's population has decli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60 years according to numbers released Tuesday by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opulation in 2022 was just over 1.4 billion a drop of 850,000 from a year prior 虽然目前中国大陆人口 还是超过14亿 等于全球每5个人 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这样大量的人力 让中国大陆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但独特的生育计划 却打乱了世界工厂的发展 Many couples therefore chose to only have a son when restricted to just a one-child household So consequently after 30 something years what you do have is a huge situation of missing women and surplus bachelors something like 30 million surplus men who cannot find brides That obviously has a lot of consequences for how do you make future babies for China, right? No women, that's a big problem It caused the population to become too male too old and too few 但专家也认为 中国大陆人口减少的问题 并不只是生育政策造成 长期在中国大陆采访 曾经拿过普利兹奖的 记者方凤美就直言 就算一胎化政策松绑 整个经济环境 也不利于生育 而且人口减少 而这样的人口变化影响到制造业 供应链还会进一步冲击 全球的经济 最大限量的需求 这些人的力量 有国家人口放缓就有国家后来居上 印度就超越中国大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且劳动人口就占了将近七成 专家看好印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印度总理莫迪也抓住人口红利优势 强打印度制造想推升经济 但也有专家认为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中国大陆掌握的不只是人力资源 整个产业链都已经相当成熟 印度想一直取代中国大陆在供应链的地位 其实并不容易 因此研判未来大量中国大陆生产的商品价格 都将因此攀升 也有专家预估为了因应这样的情况 中国大陆可能开放海外廉价人力输入 来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 取悦新闻综合报道 随着中国大陆的老化呢 会不会其实也连带影响到全球经济 我们先来关心到 中国大陆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 现在大家说中国大陆所谓的人口红利 会不会随着所谓的高龄化的趋势 开始逐渐消退呢 但中国大陆官方告诉大家 不会因为我们有人才红利 他点出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他们说 基本上在中国大陆 他劳动力的规模还是十分庞大的 在2022年16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 还是有8.76亿 还有就是他们的资值往上提升了 很多人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 跟2000年跟2020年相比的话 其实数字就差了非常多 还有他们的劳动的匹配部开始逐渐增加 我想要请教教授 我们说的人口红利当然就是数量的部分 但是中国大陆说 其实我现在要特别注意到 而且我要提升的是所谓的人才红利 等于说我这么多人去受教育了 当然可以回馈在所谓的劳动市场上面 您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看过这个报导 那么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 不是你说部分的赞成 它是蛮有道理的 但是你刚刚讲的是三块 第一块他讲还是很庞大 仍然非常庞大 这个仍然等于是自己找一个借口 就是减少了嘛 就是减少就减少 就当然他比例来讲 其实并没有少 他人慢慢就开始变少的时候 他的比例还在抚养比之上 67%以上 我记得在2020年是69点多% 他真的会低于 这个所谓的三分之二的 所谓劳动力人口 就是15岁到64岁 去做所谓的抚养比 这时候你抚养比就会比较辛苦嘛 两个抚养 对对 两个抚养一个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生 那个是在2026年 那时候你可能就会 人还要拿去照顾老人 长照等等的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人的确减少 但第二第三 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的 第二讲人力的资本大国 没有错 其实中国从2000年 加入WTO开始 他们的经济急速成长 外汇存在也急速增加 其实他们现在在 这个丢入整个市场中 已经不再是 所谓的过去纯靠劳动力 那么我觉得在 我记得在15到15 12月 尤其是12月的时候 特别强调过 他们现在要把世界工厂 变成世界的消费市场 甚至要把他们所有蓝领 变成白领 这一段时间 这是十年前嘛 这段时间基本十二年前 但这基本上 基本上都做 我觉得他们也差不多做到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 他们的确在整个 经济的结构上 是有点structural的change 有改变 所以人力资源上 的确他们的人力资本大国 数值提升了不少 整个环境所造成 第三个 这也是非常属实的 我本人在美国是1980年去读 1990年回到台湾 在美国待了十年 那么那时候呢 我刚去的时候 我们全校有两百多个 我们校是一个五万人大学 有两百多个台湾同学 相信三百 大部分九个 我当同华民国同学会会长 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办活动会邀请他们来 当然有一些反中人会反对 我会邀请 但是那九个人会跟我讲 这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那时候我 我重点就是 那时候我们觉得 他们非常唏嘘 但我看到一个稍有年纪的人 我那时候年纪 七八十几岁 一个四五岁的人 我说 这个怎么那么特别 他说他以前有文革 所以他不能读书 他出来读书 你要知道多难 1990年 2000年的时候 他们毕业的高教育 就是1000多万 各位就看1000多万 1.3亿是多少倍 10倍 的确 他们现在受高教育 是非常急速的 棚子和发展 尤其他们的数值 学习数值 在我看这 尤其最近十年 也是起升得非常快 好 那短短的这个20年 他们其实有十倍的增长 你觉得是不是人才红利 这个也绝对是 当然他们正好 国家的这个 结构也有所改变 从过去的 这个所谓的 劳动力的一个 这个推升的 一个经济的成长 到现在 属于从资本 推升的一种成长 我觉得 这样的人才配套 我觉得是有他的机会的 这是我觉得 但教授 我很好奇的 当然我们说 其实中国大陆 您刚刚提到说 受高等教育的人 越来越多 到2020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 1亿3千万人了 但是如果把这些人 通通都放进 劳动市场的话 会不会有所谓的 我们知道中国到底 在讨论所谓的 学历过剩 如果今天大学毕业生 你这样要去做工厂的 所谓的操作员员工 或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他们愿意 做这件事情吗 慢慢的很多都不愿意 这就是我刚刚讲 蓝领变白领 刚刚讲到工厂 不就是蓝领吗 所以他们现在训练到了 有一群的确可以做白领 看他们现在的科技的进步 看航太的进步 这些都是靠人才 或者早期比较稀少的一些人 回国了之后 他们的所谓的海归派的一些人才 这也是一族群 当劳动力市场 还是必须要一大堆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劳动市场 实际上人也减缓非常多 你知道我们台湾 也走过这样的路 从60代70代80年代 我们过去也是非常多的劳力 都丢在工厂 现在哪有人去工厂上班 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还有我们从工业时代 变成了服务业的时代 你看整个服务业的起来 这些都是靠一些思考 甚至创意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陆 正好营上这个世代 你一定要那么多人 丢到所谓的工厂去上班吗 我们讲以前在台湾的 很多电子公司 在二三十年前 可能那时候一个人 可以养三十个大陆人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两万多 他那时候不到一千块 就可以请一个人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是一个道地的 就是二十年 道地的一个劳动市场 那劳动力是非常缺乏 现在他们的薪资也提升了 所以这时候 你说有多少雇主 会想要加上大的劳动力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的确是 所以这也代表说牵涉 所谓的中国大陆政策 还有产业转型的一个关键 您觉得要怎么转 刚好他正好经济的起飞 刚好他的整个资本的行程 刚好他当时 甚至走上了很快的电子科技 他们在电子 说不好 他们在科技金融上 或电子的数位处理 已经超越台湾了 实际上我们这里 必须我们要明知问 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 当然除了我们比较主要的 半导品晶片产业以外 我们有很多的电子数位的东西 已经不能跟对岸比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里 的确有酝酿非常大的人才 不过我先讲一下 这个我觉得他的经济的 到资本到科技整个的配套 人的转型 我觉得其实某个角度 好像我还蛮认可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还是必须回归说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叫扶养比 扶养比大家知道 这个是很严重的 就是说你把那个少子化 年轻的人口少子化了 还有年纪大的人口高龄化 这两块 家种当作分子 分母当作就是劳动人口 如果你低于1分之1 那就很惨 基本上他们的扶养比 已经这个就要低于1分之1了 甚至到2026年就会低于 就是一个交叉线 就变0.437 这我算的数字 这时候他们会出一些问题 尤其未来在这个人 国家老龄化的时候 不管长照 或者大家就是 像日本也有一些 这一项典型的现象 日本很多年纪大的人 所以国家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甚至也要放一些劳动人才 去配套这一块 所以如果真的 这个所谓的可工作 有能力的人减少了 从某个角度来讲 中国以前有三种问题 你说高教人才变多了 可是他人就是这么多 你现在讲1.3亿 中国是十几亿 1.14亿 所以也只有十分之一的高 这个所谓的水准 高教育人才 剩下十分之九 他还是一些中间的 或者一些低层次的劳动人才 当这些减少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 对他们整个社会结构上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 负面的impact 对 所以等于说 其实在 虽然说高等教育的人 开始逐渐偏多 但基本上都还可以适得其所 因为的确有相关 对应的工作 是给他们的 但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现在大家担心说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基础的劳动力人口 开始逐渐下降的话 他所谓的世界工厂的名号 或是光环 会不会随之减退 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 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口 开始逐渐减少的话 人口红利 也跟着逐渐减少的状况之下呢 会不会印度取而代之 因为如果从人口数来看的话 印度的确是快速的增长当中 现在是第二名 未来会变第一名 而且相关其他劳力基础的产业的国家 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印度啦 越南 孟加拉 印尼 有没有可能来取代中国大陆呢 老师您怎么看 现在国际间有非常多的报道 都有提到这一块事情 就是其实很明显的 的确在人口刚讲是人才 我们讲人才也可以把它取叫 人才红利 他们的确从刚才那个 从数值的提升教育的这个深化 这个我就把它当做人才红利 的确他们是有 配上他们现在的转型 可是人口红利 他们是的确是完全基本上就要消失了 我刚讲2026年就变成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交叉现象 他们的这可工作人才 人力已经减少到甚至二分之一之下 好 那这时候呢 人口的率会减少 还有一个当然很重要的是 大陆的薪资 其实这几年是倍增到太严重 他们的倍增他们的薪资计划 当然倍增计划这个从 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 一个人去折150人民币 到2000的时候可能就变成这个600 那到2020年 2010年是900 后来当时有当时你还记得 富士康那个12跳的时候 在2022年短暂两三年内就又double了 就变成1000变 900变成2000 但到现在还不止这个数 大家可以去看 才短短几年在10年内又增加多少 所以这个会让所有的 即便是企业主过去发觉成本已经不符过去 那当然就会移转 那这个移转呢 当然就会使他的人口红利呢 顺便也就消失 那这个对整个家的国力就会出问题 好 人口红利也不在 薪资也减少 那这个我们讲产业也出走 那人口这个 能够为国家创造的劳力也减少 当然一些企业主还要想到一些地方 就走到哪去呢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很有名的 另外一个印度 一个大国 人口大国 就是印度 印度现在人口甚至超越了 也超过14亿超越了中国 所以印度变成大家的首选 因为最少它的起价还是比较低 当然我们东南亚洲这么多的国家 东西也试过 这时候都有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红利 不过最少 你还是政治还是要稍稳定一点 经济还是要有点基础 所以现在首选大概就是印尼 或者越南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当然新加坡有一定的层级 像菲律宾当柬埔塞 柬埔塞当政治不稳定或等等 但也有很多工厂都过去 我觉得它的所谓人口红利 就有可能会慢慢被这些国家取代 而且你看印度也是人口大国 印尼也算是人口大国 大家知道金砖四国当时在讲 就是资源大国人口大国 是有未来 讲到人口大国最有未来 那是20年前的事 但现在就不是了 所以当时你就知道中国 所以中国人口 当时在低价位的时候 马上把经济带得这么高 印度现在低价位 它就很有可能也会带高超越它 当然还有一个人口大国 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印尼 所以印度印尼也好 这都算是有够人 有人口红利的地方 越南也不乏是其中的 而且鸿海其实我们知道 它的状况 我们之前看到新闻 它也把自己的iPhone生产线 移出了中国大陆到了印度 所以大家在还会想说 也许可能印度未来可能 会不会取代所谓的中国大陆 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但我想要持续请教教授的时候 当然我们来看到疫情期间 还有相关地缘政治的影响 让整个中国大陆 除了等于说它本身人口的红利 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 还有所谓的地缘政治 还有疫情清零的影响 也让整个中国大陆的劳动市场 是不太稳定的 那你怎么看它未来的发展 好那之前碰到好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谈印度嘛 第二个是谈疫情 第三个是讲它未来的发展 我想印度这个地方 会不会取代它 当然我觉得在劳动市场中 一定会取代 而且现在很多在国际间的企业组 的确走到 这个把印度当作很重要的一个选项 那么这个跟第二个议题有点相近 就是在国际中 我们讲大国博弈 这个从中美贸易战 当然是从川普2018年3月20号打响之后 到现在延伸了好几年 各位我们看到 这个是所谓的全方位战 尤其在科技这一部分 所有东西都慢慢慢慢 国际间的 它spec就是规格都切开 那不止甚至 最少就是两套系统了 一个就是偏中的 但偏中是你必须依赖中才会偏中 没有那么强烈依赖 大概都跑掉了 所以对中国来讲是很大的损伤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然中国它自己在这几十年的发展 的确让它有了不错的利基 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所有的利基 可能都算属于中 或中上一点到下游的部分 最上游像那个 我们过去讲金票 设计端还在美国 制造端最强的 在三奈米下还在台湾 虽然最上面的被控制到 完全被控制 不管EUV光照 或者那种EDA设计 到所有的制程 先进制程都没有到位的时候 它在这个方面 的确在上面被卡住了 但是它走到了一定的水位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 在这方面的确会有一个很大的瓶颈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整个民生来讲好了 我们知道大陆的疫情 就是踩铁碗清零 那么久 快三年 终于马上 而且很快的就是完全解锋 那我就完全解锋 那个不是有白纸革命吗 我一直在好奇 白纸革命是不是像 有的人想把一个地方改建 但是不能这个改建 就故意放一把无名火烧掉了 就烧了就可以改建 它是个故意绕成白纸革命 开始完全解锋的 因为在清零下来 整个中国经济都完蛋了 所以就很快完全解锋 等于白纸革命也救了中国的 这个就四处有名开的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很快 因为中国人的确是多 它的消费性 现在是服务马先起步 再来可能就会它的这个商品的 这个消费也会起来 那在短期间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个很快的 所谓的报复性的消费 好慢慢起来 刚开始会有点乱象 疫情刚解锋的乱象 我觉得慢慢会好一点 但中长期我觉得 这个国际间 包括你刚刚讲的 美中或者国际间 要分两个spec这样的路程 它现在有点辛苦 那要看它怎么样去 在它现有的基础中 其实我们太少知道 中国的新闻 中国上层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发展 我们常常是发觉 它突然出现的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实力了 只是这个实力 有没有办法 抗衡现在美国的现象 不过美国在全世界 它的确还是熟了 还是最厉害 可是它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这我们不一一解说 不管这个国内的 国外的一些问题 或者国际对它的信心的问题 这个国家也会有它的问题 所以这个国际间的比例 我们还不敢说 那不过从疫情突然解锋 我觉得在消费的时候 民生上 中国对中国应该多多少少 是一个注意是对经济的一个加分效果 甚至还会影响到国际间的加分 那教授 如果我们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各国的所谓 尤其是晶片 还有半导体的供应链 基本上都是尽量能脱钩就脱钩 而且尽量跟中国是划清界限来看 可是其实现在全球的整个经济成长 动能大部分都还是跟晶片 或是半导体是脱不了关系的 您认为说在中国的高端人口的部分 还有高端科技的部分 有办法突破所谓的美国的封锁 自己创造所谓自己的供应链吗 这个很有趣 这个会讲不完 这个因为我也写过了好多个局部 是台湾的很多的部会的一些文章 甚至一写都上万 包括晶片的问题 包括台积电的问题 那么您刚刚讲到说 现在国际间该脱钩的脱钩 都尽量去脱钩 其实我觉得不是 他们尽量脱钩是没办法 被美国射线是被动式的 必须脱钩 因为大家都为了获利 商人就是 这个商业其实也无主 大家讲能赚赚就赚赚 但是因为美国射线的 射从过去到现在 甚至去年8月时 晶片法案来到10月 还有晶片禁令 甚至最早在两年前的华为的时候 是连续三次的清单 到最后基本上 你只要touch到一点华为 就全部会封锁 在这样整个过程中 你觉得国际间当然是要脱钩了 不过大陆现在也有它的进程 很早我就听说 安徽比如中国各大 它有所谓的三中三横的各种线 在做所有的 不管是服务性的机械 或公关性的机械 或者各种的 我们讲大制运营 社务生机 所有的新世代的创新的东西都有 可是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还需要最上层的东西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讲先进制程 这个比较 这个很精密的奈米制程 当然甚至里面的设计蓝图 甚至EDI 叫Electronic Design Authority 这个东西还要经过美国授权 它现在你有授权的 到了其他不给你授权 或者它没有办法再 就是卡住你了 甚至你今天就算有了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去用光照去照下来 那你有了就算有了 你还是没有这种技术做 都会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到底中国它背地底 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它有多少人才 讲到你刚刚第二个问题 这就是比较不透明的部分 人才的问题 不透明就是很奇怪 其实它有时候 它的确也比较不透明 可是国际间很奇怪 像我们台湾拿的资讯 也比较是拿西方资讯 也比较相信西方资讯 所以我们看到的 透明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都选择 Economics的或经济或英国 所以教授认为说 黄建东邮报什么的 你很少看到中国 你会相信中国来的报纸的讯息吗 你就会不相信 当你对它存疑是一回事 也不愿意去深入了解 就是它会突然的 连军舰都会一抄一抄的出现 所以它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叫隐形 所以神秘就是最厉害的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中国是不是就会马上被美国打败 我觉得也很难讲 最后讲到的是人才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人才 中国人其实是很优秀的 我们讲台湾 也属于我们讲中华文化的民族性 我们到美国读书 看到非常多的华人 他读书尤其在数理上 绝对是高于西方人 所以我们拿到博士 基本上只要经过考试 都是东方人 都是印度人 拿到高级的剂量 我们的剂量三上课 就是台湾 中国人 还有印度人 美国人上不起的 所以从这个智慧的角度 你像美国的太空总统 很多的高贵中心 很多的中国人 只是早期中国太弱后 他们全部拿了美国公民 这些人被大陆 在这十几二十年吸引出之后 很多的海归派都回去贡献 你像航太为什么起步这么快 这些人才 的确大陆现在也非常需要他们 他们其实虽然还是共产 他们部分地方也民主 尤其对这些海归的高级人 是给他很多优惠的 这些人其实有大部分也回去 因为我有同学 有一些学弟 也走到了北大 还有当院长 诸如此类 他们过去在哈佛交 在刘金交这些人也都算人才 这些人我看着他们的路程 我也觉得中国在上层中 也吸纳到了很多人才 这个也有他们的利益 这个未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 人才红利的一个展现了 不过其实现在大格局下 美中竞争的影响 连带也让供应链离开了 中国大陆一起来看 这是印度工业区 街道上一间间厂房林立 已经渐渐成为台商汇集地 包含邦加罗尔 清奈木买 都是晶圆制造重症 电子的组装业 会考虑在越南跟印度为主 也就是说 泰国跟越南跟印度 应该成为电子产业 他们会去选择 落脚的一个地方 除了中美竞争的关系 中国大陆的劳力优势 恐怕也将被取代 许多企业开始 纷纷寻找新的机会 包含从亚洲的供应链来看 从日本的北海道 一路向下延伸到印度 其中包含了我们台湾 这些未来有没有可能形成 新的亚洲替代脸 专家分析 产业链从日本北海道 延伸到韩国 台湾 菲律宾 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最后到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 而印度拥有廉价劳力优势 甚至人口将超越中国大陆 成为不少电子厂投资的新目标 包含富士康 伟创 合硕等等都大力投资印度厂房 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相对于应该是 印度的潜力相对比较大 是在于 你不是只有做代工过 你有一个市场 是他已经有13亿的人口 是可以在考虑 在你代工的同时 是不是考虑 这个内需的市场的需求 那印度呢 其实是美国的大战略之一 印度为什么 因为印度 向来是跟中国大战略 没有那么和 那印度还有很大的潜力 跟中国是一个相匹配的一个国家 能力啊 这个土地啊 这些东西 但是印度呢 成本也比较低 不过印度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就代表效率比较差 尤其半导体产业 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最为严重 企业都在思考 不能单单把投资 放在中国大陆 该如何布局新的供应链 我觉得亚洲的这个替代供应 其实我想从2018年 美中贸易冲突就开始在慢慢形成 那所以这已经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了 那所以这个是品质的高低 或者是它信不信赖 附加价值越高的产品 它越容易回来台湾 或到日本去投资 还是有一些厂商可能会受到 这个成本的影响 那所以越南或印度 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们也就会慢慢的 这个形成一个新的供应链 这些新的供应链 其实是为了要取代过去中国在世界工厂 特别是以劳力密集生产为主的 这一个供应链 根据全球半导体协会统计 马来西亚出口的晶片 已经占全球将近10% 2022年上半年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以美国为首 提升29% 日本16% 欧洲12% 亚太地区也达到12% 中国大陆则是5% 另外东协国家的机体电路出口 总额占全球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超越中国大陆 这些都显示未来的供应链中 中国大陆优势正逐渐消失当中 尽管难以一时超越中国大陆 但日本、韩国、台湾 其实也早已伸手布局东南亚 亚洲替代链的模板雏形 也慢慢进入轨道 GVV的新闻 谢谢西亚乐队台北 采放舞蹈 不过在中国大陆国内 其实现在面临到的 当然就是少子化 还有高龄化 所带来的国内的危机 什么危机呢?就是未富先老 什么叫做未富先老 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它还没有进入到 所谓真正的富裕 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连带会让整个经济的增长放缓之外 它的支出也变多了 就是要提供给 老年人的像是卫生保健 还有社福成本 都会大幅提高 当然就会有财政方面的影响 扶养地 其实现在也都是变成 他们非常严峻的问题 好我们就先来听听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员 易富贤教授的看法 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今后的养老金短缺 会导致社会其实很大的危机 比如说2020年中国一个65岁上老人 有5个20岁到64岁的劳动力去扶养他们 但是目前中国的养老金已经开始缺下短缺了 而到2035年中国的一个老人只有2.4个劳动力 到2050年只有一个老人只有1.6个劳动力 快速的减速导致劳动力减少 比如说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减少 中国的经济增加率也开始下降 1979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是年均增加10% 但是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开始下降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加率也下降到 从2011年的9.6%下降到2015年的7% 然后到2012年只有3% 那么今后还会继续下降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可以说不止年轻人可能要付更多的钱 或是更多的精力来抚养他们自己家中的长辈 连带其实连长辈自己也变得比较不好过 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也就说了在2035年 中国主要的养老金就会耗尽了 我想要请教教授的是 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没有钱 当然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是比较动荡一点 尤其之前我们也看到所谓的白法革命 会不会其实这种养老金耗尽的状况之下 连带也导致中国大陆的政局会出现一些波澜 好您刚讲到四个字叫未富先老 其实我有我的解读 那我等一下再对两个字来解读 到底富你要怎么定义 是国家富还是人民富 当然白法革命当然是因为疫情一结束 它过去花太多在疫情的财政支出 它就把它收尾 这时候当然还会有一些生命的负担 就是你收了以后搞不好我们一些人一就会死亡 所以造成了一些白法革命 不过人民到底是不是富 当然因为大陆人太多 它有它的range 所以它才会所谓共同富裕 或几波的所谓的贫富拉锯的一些做法 不管怎么说以国家角度来讲 你觉得这个国家有没有富 其实如果以实质GDP 它已经到全世界第二 但是明目GDP 当初的落差非常大 明目GDP已经超 实质GDP已经超越了 早就超越了美国成为第一 我讲实质是减掉它的 所谓的price deflator 就是价格评减 它我认为是富了 所以教授所谓的富跟老的概念 是不是其实在您来说有不同的解读 是的 您刚讲那个先富 这个未富先老 所以富和老实际上是两个 我想要用一些数字来解读的 到底中国有没有富呢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我这角度我分析 它已经有富了 如果说我们从 大家在比富在全球来讲 是以GDP 它的那个生产码额来比 现在中国 中国好像看起来好像是第二名 它已经到第二了 但是它这叫明目GDP 如果以14GDP 用那个price deflator 就价格评减的话 它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14GDP 已经是世界最有钱的了 当然我必须讲一下 这我怎么看呢 就是说 因为中国呢 其实在1993年到2013年 江泽民他当时领导 当国家主席的这十年中 这个中国在1993年是非常穷的 他们当惠改之后 在2013年 这一段走到了 这个GDP之后的不久前 就已经开始富了 它的外存体就非常的成长 非常快速 2013年到2013年 那时候是胡锦涛的年代 实际上又经过了金融海啸 中国的金融机构 都进到了全球的前十大 中国呢甚至啊 把美国呢 后组成绩好几次呢 都是后美在第一的 而且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又到了有华美基金 华欧基金去拯救全球的 很多缺钱的国家 这时候你说它没有富 我觉得它已经富了 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强调 由富到钢 它已经很刚硬了 可是呢 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年代 又不一样 2013年到2023年 其实上他想要由钢到墙 成为墙国 所以我刚刚这个字 我想把它定叫做 未富 未强先老 这国家还没有到 习近平想要的 欲钢 欲强 就是已经刚了 这由钢欲强 想要强支 这一块步骤 它有点很难到位 这是我第一个数字解读 就是说 我觉得它已经富 但是它不够强 但它已经老 那老怎么讲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1960年 我们再用一些数字来解读 我们讲 一个是嫂子 一个是高龄 当时在65岁以上的整个的比例是 397 1960年 那时候是鼠年 那一年 然后小孩子是40.30 那一年 又15岁以下的小孩 当然我们讲 那个所谓的15岁到64岁的可工作年纪 一直在50几到60几% 那到了40年后的2000年 各位离现在好像差20多年 对不对 那时候的年纪大的人 还是6.92%以下 就65岁以上的 那么15岁以下的是24.53% 各位去想想看 小孩子还是大人的四倍 短短20年 我跟你讲 差不多了 现在是17.25%和13.72% 什么意思呢 现在2020年 表示什么 没有错 小孩子还是比年纪大多 可是再过4年 2026年 现在老年人会比小孩子多 我觉得这个老很严重 就是他们未来可能会造成一个 很严重的所谓的高龄化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讲的双生日的未富先老 当然对整个经济 我们从头到尾都讲到 它是非常 会在整个社会结构会是一个严重的影响的 当然包括它劳努力减少 所以的企业的外逃 包括一些这个长照以后要处理的一些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 这些都可能会是中国以后经济的一些负面的隐忧 所以当然从另外刚才之前讲的说人才红利 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 他们已经转型了 他们适当的还是要必须转型再转型 才有办法把这个国家配合人口结构的变化 配当它现在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的进程中 做一个好的转型 那才有办法走上一个好的未来 他们的所谓的油缸欲强的这种强过梦 才有可能达到 等于说把产业跟人才的需求 真的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不过呢 其实在过去推升所谓的 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成长的这个族群 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潮世代 现在也要面临到所谓的退休的情况了 那这些婴儿潮退休的状况之下呢 绝对会造成所谓的人才缺口 还有人力的缺口 那再搭配所谓的高龄化 是不是其实也有可能导致 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逐渐的 这不要说崩溃好了 可能会有影响呢 当然多多少少人口只要减少 当然会有影响 像你说现在已经承认负成长 一年最少出生了85万 的确嘛 人少了就会消费变少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那基数就是大的 就是非常之大 那当然他们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升级也好 或者改变也好 他们的消费的市场 我是觉得再怎么样 它的动能绝对都还是存在 不会再短短的10年20年消失 因为它的确这个人口多到 每个人都要民生 十一住民都要吃要喝 甚至它的服务业的转型 甚至产业 甚至一些新创的这些商品的转型 我觉得都是要的 甚至未来的应付这个 所谓的电子科技的一些的需求 我觉得他们需求 内需市场还是会存在 但是难免会走慢慢的 往下的一些消弭 所以的确会有影响 但是其实可能没有 大家想的这么严重 但是的确劳动力的问题 还有在整个小子化 高龄化的背景之下 都是必须要来中国大陆 需要解决的国安危机 我们在今天也非常谢谢聂教育 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 好 谢谢教授 感谢您收看收听 今天的TVBS看世界 我是彭聚 我们再会 台湾连三年生不如死 劳动力消失 解放在哪 大家好 欢迎收看收听 TVBS看世界 强救亚洲老化 特別节目 我是彭聚 香港呢 上来被认为是一个长寿之都 但在这个世代 长寿似乎并不完全是一种祝福 尤其香港在高房价 高务下的催生之下呢 其实让很多人不敢生 也不想生 连带 让未来的香港 恐怕不是地狭人仇 而是地狭人老 再来呢 就是过去三年 香港的政治动荡 也让很多人不敢生 不想生之余 也让他们的劳动人口 大量的万离 光是去年三年呢 只有19万的青年出走 未来一个越来越老的香港 会怎么演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带您来详细解析 我们先来 欢迎今天的来宾 今天将我们讨论的是 中金院的助研究员 王国成 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到的呢 其实就是现在 在香港的最新人口现况 刚刚我们提到说 在过去三年 有很多人离开了香港 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让整个香港高龄化 老年化的危机 以及迫在眉睫 必须要解决 一早送孩子上学 香港人Vincent 两年前带着家人移民来台 因为台湾的创业环境 及生活条件相对友善 我们觉得台湾教育的空气比较自由 香港已经有一点改变了教育的系统 还有教育的方法 在香港开餐厅 是一间成本非常高的投资 口袋没有一百万岛利 根本开不起来 而台湾移民本坎较低 文化洗俗也接近 对香港年轻人来说 是很好的创业奇变 香港的经济环境没有很好 特别是2019年以后 另外就是 毕竟香港的住进压力超大 大概开一个店 可能在台湾的住进 比起来大概三到四倍左右 做小生意比较困难 Vincent的港式早午餐店 卖的是家乡味 原本在香港外资公司上班 在反送中运动后 当地局势动荡不安 外资撤离的速度加快 让留在香港的年轻人 机会变少很多 香港的发展机会已经 越来越小 其实香港主要都是 外资来开的公司比较多 慢慢年轻人 比较困难拿着工作 比如说我之前做的公司 外资公司 我离开的时候 大概100人吧 11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降到30 所以香港就比较压迫 现在我们说一言堂吧 香港近年来掀起一波移民潮 连港府都承认 人才大量出走 其中医师护士及教师流失最严重 不仅削弱香港的税收和竞争力 也拖累经济发展 香港自2017年以来 几乎所有年龄层的人口都在下降 特别是20出头的年轻人 但香港不止人口外移严重 出生率急跌及全面的人口老化 也都是当前急剧面对的人口问题 三大风暴同时来临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 2022年香港人口总数733.32万人 与2021年740.15万人相比 减少6.83万人 跌幅0.9% 其中近一出就有6万人 出生率也在下降 去年只有3.2万名新生儿 是有记录以来 人口减少最显著的一年 最近几年 香港的人口的自然增长 它是负数的 就是说出生远低于死亡的人数 所以它的人口增加是负数的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单程证进入香港的 这些大陆移民也在减少 还有香港有大部分的移出 做整体而言 香港的人数是在递减之中 它这边在住宅政策上面 它缺乏一个所谓的 合一的住宅政策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种 政治的不稳定性 那造成的香港最近 就是有大量的 大量的这种 专业的人才 移到外国的这种一个现象 金融业在2019年 港版国安法之后 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香港第二个经济来源 当然就是自由港 自由转运港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依照统计它的这个功能 也逐年被上海所取代 那在两个主要的经济引擎 都上市了 逐渐上市的中风之下 基本上要留住年轻人 所以是香港相当困难 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 逼走年轻人 香港同时也面临人口老化威胁 2022年65岁以上达到152万人 等于每五名香港人就有一名市长者 预估2037年会增加到258万人 到了2050年 将会成为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如果它没有办法吸引移民 进入香港的时候 然后呢 它的老化的趋势可能会更严重 这些大陆居民移入香港 每天有150人可以进入香港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的生育率也很低 整体而言的话 香港的这个出生率非常的低 所以说它的人口的老化是全球最严重的免疫区 港版国安法上读后 香港人口写下史上最大降读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 2009年移居台湾 这些年他一直独居 近期罹患肺腺癌正在进行化疗 书店休息日较多 去年底也正式向移民署提出申请 判未来能取得台湾身份证永久定居 他们这边的朋友跟我说大概是明年 但是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 我也认同台湾的自由民主 很重要的一块对我来讲 是我已经可以有投票权 香港没了自由 经济上也被钳制 很多港人选择离开 但也有越来越多到香港定居的新移民填补缺口 不希望在中国大陆统治上去生活 他不可能好像这个标语一样光复香港 你贴这个标语已经是违法了 他可以说你是分离国家 一个标语都可以变成一个违法 他香港有什么希望 我觉得没有人想离开自己 这样大的地方吧 然后就看到他慢慢被改变 然后你自己的地方 自己人离开就被其他人去填补 那感受应该不会好 好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老的香港 包括在香港的人口部分 在2021年的时候有741万人 到了去年的时候 2022年年中的时候只剩下729万 其实是逐渐的在减少当中 而且接下来会越来越老 2050年香港的长者会高达四成 这也是全球老化最严重的区块 当然说到人口老化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 其实必须要抚养所谓的长者 抚养比是逐渐的在恶化的情况 像是在2037年的时候 1.7个劳动人口必须要抚养一名长者 我就想要再请教教授 包括我们来看到香港的老年化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可能对他们的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 第一个 香港现在的老年化程度就像竹城说的 他已经突破20%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7%叫老年社会 14% 超过14%叫做高龄社会 如果超过20%叫做超高龄社会 所以香港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 对 换句话说 现在每四个五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所以这当然会对经济产生 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 那当然 进步来看的话当然就是老年人的抚养 尤其是他的医疗 社会福利等等 都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后面会提到的 可能会提到的 退休问题 如果他们不退休 那年轻人也没工作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现在不只是香港 那只是香港比较严重 台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还有韩国 中国大陆也同样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所以这等于说是社府 必须要解决之外 还有整个医疗体系 可能也都必须要来跟进处理 尤其在香港 其实我们知道 他的百岁人锐 在这个数字方面 在现在已经超过1万人 这个数字 当然在华人传统的观念里头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但是这些百岁上的长者 到底要怎么照顾 其实现在也变成一个危机 一个困难 尤其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的时候 在整个香港 尤其对长者的部分 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还有他整个社府 以及所谓的医疗机构 那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整个卫生或医疗的费用的支出 这是首先第一个要必须解决的 而且香港好像应该没有像台湾 这么普及的健保 所以他们的医疗费用就是更高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们的生活支出 也是这个 我记得我去香港的时候 就是 才知道什么叫物价高涨 就是你一碗牛肉面在台湾卖180块 香港也是180 不过是港币 对 这样就有三到四倍的差距了 对 所以在香港生活本身就不易了 那在这样退休之后就没钱 没有收入了 所以他们收入 他们的生活会更加艰困 而这一块就仰赖政府的额外支出 等于说政府必须要来把这些老人 不论是生活支出 或是一般的一些所谓的公积金 还有相关的社福单位也好 必须要好好的来 cover这个部分 但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包括现在香港另外一个大危机 是所谓的青年初走操 因为我们知道2019年 香港反送中的运动 开始风起运用之后 引起了很多的民主 对他们的政局是有不满的情况 尤其我们要来看到 是香港的居民禁移处的数字 从2019年开始是逐年的往上升 在2019的时候 当年整个运动 刚开始差不多是2万人 然后接下来8.9万 甚至到了2021年的年中 到了2022年的年中 这个时间点是最多的 高达了11.3万人 去年也有6万人左右 所以其实很多的香港的民众 随着整个政治局势的动荡 还有疫情的影响 是逐渐的离开他们 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 但我们从相关的数字 来做分析的话 劳动人口的减少 绝对是在这一次的移住当中 必须特别要来注意到的关键 从年轻的分布来看 20到24岁减少了 百分之接近15% 还有呢 25岁到29岁这个区间 减少了8.4个百分点 65岁以上的比例 当然是增多 这当然是相较于 我们说的年轻人口流失之后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 我就想要持续请教老师的说 邦恩我们知道 政治议题绝对是现在的香港 比较敏感的话题之一了 那像是这个族群我们说的 20到29岁离开这么多 是不是其实对香港未来的经济来说 是非常不乐观的一件事情 确实这个很大部分是跟 反送中或国安法有关系 港版国安法有关系 所以搭配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香港的外商 在那边设立总部的数字 大概这两年也都是往下走 对 所以第一个民众担心国安法等等外移 另外一个因为外商也担心国安法 撤走 那民众没有工作 所以他们被迫进一步的外移 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 所以为什么吃这么多年轻人往外走 因为外商的工作机会减少 所以他们必须最迫切的 面临到的是工作问题 所以他们就当然就第一波 会往外移的当然就是 是年轻族群 嗯 但老师我想要持续请教说 包括我们来看到 其实我们说到20岁到29岁 这个族群 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家开始 刚进到社会 你可能大学毕业了 研究所毕业了 进入到社会的这个区间 但他们外移 不论是到了去香港也好 或是他们去这个英国也好 或者是加拿大也好 他可能很快的在那边找到工作 甚至有可能就在当地成家里 这一批人我们说的20到29岁 要回流到香港 如果香港有工作机会 可以吸引他们的话 是不是其实蛮困难的 嗯 因为像这么说 香港大概有几个特色 嗯 第一个特色它是 大家熟知的金融中心 对 那这一块会比较乐观 因为金融钱变化很快 嗯 所以呢 一旦香港的金融 政治经济情势稳定了 嗯 那如果他的金融开放 持续确定 嗯 说不定他的香港金融中心 人就会就回来 嗯 回来之后当然就会带动 那些从事金融业的香港年轻人 嗯 那时候可能不是年轻人 嗯 那时候可能就是30岁 可能是青年了 对 中壮年回来 嗯 所以这一块是有可能的 嗯 那另外一块 香港很重要的是 转口贸易的中心 嗯 那像台湾的 那个中间财 ICT 要送到大陆去 虽然有一部分是走 直接直航 直接到大陆 可是还是有一部分是 经过香港 再中转到大陆 嗯 那这一块因为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尤其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将香港视为中国大陆 嗯 所以这一块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在整个转运中心 的部分 嗯 所以总结来讲 金融可能稍微会乐观一点 嗯 可是在整个转口贸易的地位 可能就不是那种乐观 而且 在中国大陆还有深圳 嗯 杭州港 跟上海港 嗯 在后面紧追 所以这一块作为全球 或是东亚的转运中心 就不是这么好 它的地位相对来说 就是没有这么好 但刚刚老师有提到 所谓的 亚洲的金融中心 嗯 在过去我们知道 疫情的关系 加上所谓的政治动荡的关系 嗯 大家会发现说 很多的外企 国外的企业 维持它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有关系的 那您来看到 香港要回到所谓的 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机会大吗 嗯 应该说 消失的也没有太严重 嗯 目前看 大家有点太过悲观了 就是说 香港 它的地理优势 在于跟中国大陆很近 嗯 那新加坡 它跟中国大陆相对来讲 就比较远 嗯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香港国安法 冲击了一定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比如说那个 英国的排名 他们全香港大概 之前大概是第二名 还是第三名 嗯 现在掉下来一名 那就是被新加坡 稍微取代 对 可是所以它没有掉下来很多 嗯 所以只是说它稍微掉下一名 嗯 所以 长期来讲 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币中心 嗯 香港地位是不会消失太多 可是作为一个全球包含的美元欧元 跟其他日元 甚至到世界澳洲的货币的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就会有差 嗯 所以这一方面当然就会造成一部分的外资移开 那年轻人的工作减少 嗯 所以就你来看未来在香港的工作机会回升的机会还是有的 嗯 有 可是没这么的多 嗯 它是一个短期现象 但是其实未来有机会回升 但可能幅度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快速的V型反转就对了 对 不会是对 主任讲得好 不会是V型 大概是L型 是个L型 就至少是一个平原期缓慢的上升 对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一直 为什么要一直讨论所谓的经贸问题 主要还是跟大家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生小孩 自己是有关系的 因为没有钱 基本上你很难走入家庭 甚至养育自己的小孩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在香港的生育率 因为已经是跌到了30年以来的新低点 像是在1991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有1200多人 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 772人 这是每千名的女性生产数 这个数字呢 跌了将近40% 是30年来的新低 而在2021年的我们拿到的最新数字 其实更低了 这一年 他们生产的出生的新生儿 只有3.7万名 但很大的关键还是跟大家 晚生不生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从我们来比较30岁前 来生育的这个族群来看的话 女生呢 基本上在1951年当时出生的 其实在30岁以前生育的还有7乘7 但是到了1991年之后的族群 在30岁以前生育的只剩下2乘4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现在大家要在所谓的以前可能 20几岁就生小孩 但现在在30岁以前生小孩的族群 真的变得非常少 但它倾向的是个晚婚不生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的事喔 其实就你来看 大家其实会发现说香港其实非常注重 因为香港非常注重所谓的它的高龄化 这些长者怎么样在社府机构获得支援 或是在医疗体系获得支援 但相对于这些催生的政策来讲 似乎是不是比较少一点点 香港的催生政策喔 有可是跟整个生活环境差别很大 对 因为他们很小 他们竞争比台湾激烈 甚至跟中国大陆一样 所以他们从小可能就要读私校 私立的幼稚园 然后保证上私立的小学 然后到私立的中学 然后到那个大学 甚至到出国去念书 所以他们的教育的费用非常的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当然就跟居住的房价有关 他们房价根据统计大概全球第三 这是房价收入比全球第三高 所以光这两个都压着 年轻人大概不敢结婚 那当然一个大趋势是 这战后1945年以来 女性读书的比例也增加了 比例也增加了 而且读的学历越高 所以这造成30岁以后晚婚 那这样晚婚的话 那生小孩的几率就更低了 因为四婚年 四儿生小孩的年龄 大概是20岁到35岁左右 那他如果40岁结婚 就可能就会非常辛苦 但我想要持续请教老师 如果我们说养儿防老的概念 在华人的社会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价值 而且在台湾其实即使到现在 大家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 虽然是逐渐淡薄了 但还有一点养儿防老的概念 那现在在香港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的 如果您说 其实大家开始也晚生 或是干脆倾向不生 是不是其实在一个激烈竞争的 一个城市底下 这种观念其实开始逐渐消失了 当然一定会消失 第一个是说它的抚养比 不断的在上升 就是所有抚养比 就是15岁到60岁左右的工作人口当作分母 对 那小于15岁跟大于65岁当作分子 所以一个人要负担 一个工作人口要负担的 那个抚养比例 长者跟小朋友这样 对 那不断的在上升 他还要负担自己 对 所以呢当然要切割的话 当然一定是先切割老人家 对啊 因为老人家可能还有退休金 对 或者他有自己的住房 可是小孩子完全就在来 是要靠父母的教育等等 所以这一块养儿防老的观念 一定是越来越淡薄的 那所以刚才有呼应到最前面讲 那这一块就是需要政府去大力的介入 那就更麻烦是在疫情的期间 香港的政府收入也在减少 所以就变成说他的支出就要 又增加的话 就变成政府的财政赤字 就会不断的攀升 对 而且呢其实说实话 在香港真的是居大不易啦 因为其实在香港的房价 真的是明显偏高 可能连带也影响到 所谓的大家开始的倾向 不要走入婚姻 甚至呢不要生小孩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数据哦 每年都看到他不断的新高 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稍微的下滑 什么数字呢 就是这个房价的中位数 跟家庭收的比较 在2020年的时候呢 是20.7 2021年的时候 达到一个高点23.2 去年稍微往下掉了一点 但还是有18.8 不管怎么样 香港都是连续13年蝉联 全球最难负担力 最难买房的一个城市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你今天想要结婚 生小孩的话 很大部分都会希望 你可能有一栋房子 然后有一定的积蓄 再选择步入家庭 走入婚姻哦 我要申请教授 平均下来的话 香港人20年必须要不吃不喝 才有办法所谓买房子 所以在香港是不是翻身很难 而且基本上没有房子 很难进入到下一阶段 我们说的结婚生小孩的部分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 或是大部分的中壮年 都是在等公仔 就是我们这边的社会住宅 那香港政府在过去几年 也透过填海在盖这些住宅 可是当然就你要好的生活 当然还是要自己去外面买房子 或比较低 市中心比较近的话 那房价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当然会抑制它的 结婚率跟生育率 而且呢 其实我们来看到所谓的汤房 在香港汤房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它是所谓的 大家可以形容想象一下 就是个非常狭窍的房间 所以有这个棺材房的这个称呼 而且其实在汤房 住进汤房 现在都是香港的人 他们发现说 其实数量大概是107,371个 这是最新的数据 如果你跟2016年来做比较的话 上升了16个百分点 而且呢 当中大家会发现 很经验的发现是 即使你收入偏多的人 也住进了汤房 而且呢 学历住进汤房的人 也开始逐渐的往上升 大专学历的人呢 在现在达到了 有2乘1的人住进了汤房 跟2016年的数据来做比较的话 是上升了8.3个百分点 那这当然很明显代表说 其实在香港你不要说买房 你租房子都很难 而且就算你租的话 也都必须要住到很小 而且生活条件很差的一个空间 一个房间 我想要请教教授 就是 是在香港 其实就算你很努力 你想要获得基本的生活水盆 一定是非常困难 是连带的影响到 我们说的结婚啊 或是生育的现象 他们现在 首先回答租金的问题 对 可以从他香港的数字来看 就是他大概分做几个区间 40公尺 平方公尺 对 他们跟大陆一样的单位 40米 平方米 然后一直到 160以上的平方米 可以看到说 在160以下的区间 他的租金在下跌 就是大概跟人口外移 或者是厂商测移有关 跟160以上的人是在往上跳的 所以代表第一个贫富差距再大 然后第二个就回答到主持人刚刚问题 有钱人住的地方 他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反而市中心或者是更豪宅 他的价钱还不断的往上攀升 所以其实他开始逐渐走向一个 M型化的一个房价的趋势 便宜的 相对来说比较低价的 或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居住空间 可能就会走向一个更便宜 或是一个更希望大家来住 或是一个比较低阶层的民众 去住的一个这样的现象 但相对来说 所谓的豪宅市场 或是大的居住空间 可能就是会变得更贵 那谁都谁来住这些高价的房子 我讲的像大陆的一个新闻 他们外商就是租整栋豪宅 整层租下来 那个外商会付钱 比如说假设最近热门 那像瑞银 瑞幸 他们够付他的一年的薪水 可能是台币可能五千万 他要去租一个香港的豪宅不是问题 可是一般的年轻人没这么多钱 对 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要往外面移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你除了问到谁住 一定有高阶主管 就不要再讲香港的演艺人员 对不对等等 那一般的民众就必须要往外部移 郊区蛋白区来移动 那如果还没有办法 就可能就不结婚了 即使有租房 我觉得成本效益算算 可能说不定还不结婚 那教授我想要再请教 因为我们刚看到所谓的劳动 人口移出 主要是看2019年 然后到一直到现在2022年这个区阶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青壮年移出的人口是偏多了 我们刚解读是所谓的政治影响 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通膨还有整个高房价结合在一起一起看的话 您认为接下来的2023或是2024未来的趋势来看 香港的劳动力人口移出的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吗 您觉得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事业 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通常在经济学中间把通膨和失业率 两个相加叫做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 香港痛苦指数应该是蛮高的 那如果按照经济学教科数定义 超过10%的话 就是这个国家基本上痛苦到要照版 那香港的一个好处是它的物价已经很高了 所以能够往上升的几率不高 所以呢在过去的几年内都大致上控制在2%以下 那比较麻烦的是失业率 尤其在疫情期间它跟大陆一样是采取严格的管控 所以过去两年2000年到2001年它的失业率是5% 所以两个加起来还没超过10% 不过失业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那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说 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就是他不就不结婚 就是从经济学上面的定义 或是中国大会现在也在发生 叫做预防性的储蓄 或者我不敢消费 那我也不敢 我就为了要把钱留下以备不时之需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工作 对 那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变成一个内需没有办法刺激 甚至导致一个通缩的现象 对 你消费不起来 没人消费那厂商的生产就不多了 那到时候就要裁月 对 那裁月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真的没工作了 对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甚至会到达通缩 或者是整个消费不振 对的确喔 所以经济还有房价 甚至这些生活最基本的需求 还是跟大家会不会走入婚姻 还有生小孩是有关系的 不过其实现在在香港 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所谓的高龄化 人口就业的问题 尤其我们来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 发现到一个状况 就在香港很多巴巡以上的老先生 老翁也好 他们其实在平常都是加入所谓的 开计程车的行列 但没有想到因此发生了连环吃货 而且类似的状况还不止一桩 我们先来关心这次新闻 事发现场 肇事计程车停在香港炮台山道 跟英皇道交际处 车头严重凹陷 旁边马路上还散落着疑似去伤者的鞋子 路边交通灯跟栏杆也都被撞毁 目击着形容 计程车开过来的路线 既是下坡又是弯道 却还是踩着油门往前冲 下来跟着我看到他的车速是没有減过 绿灯很多人驳马路 然后我觉得很害怕 有两位就弹在那边 有一个就在不省 就是小小昏迷地爬回来 因为同学的声音很闪电式 就听到撞到啊这样的声音 之后就两个飞了出去 肇事驾驶被扶出车外 警察一问才发现 他已经高龄84岁 香港媒体关切的是 就在二月下旬才刚有一名71岁的计程车司机 失控冲上人行道撞伤两人 香港每年多达4000起计程车车祸 有一半是高龄司机 虽然很多司机不服气 香港也规定70岁以上的职业驾驶要经过体检 但港媒质疑体检太过草率 只要医师签个字就好 甚至不需要接受仪器检查 我曾经也都见过一个 就走进来 要签这些证书 然后我和他计算 原来上压可以高到200度 下压百几度 如果你怎么签给他 那就很危险了 根据香港媒体统计 当地有驾照的70岁以上长者超过8万1000人 最高龄的还有百岁人瑞 为了安全 有香港议员呼吁 要收紧高龄司机的体检要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盘点 所谓的香港的劳动市场 你会发现到老人在所谓的 香港的劳动市场里头 是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 因为呢香港的统计处 他们预估说到了2030年的时候 很多的高龄族群是退而不休 又或者是他们会继续的留在所谓的职场上面 活越老做越老 像是在2030年的时候 他们预估说 在60对64岁的劳动人口的劳参率 会达到了52% 另外呢6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 劳参率会达到了12.5% 所以说换算下来 未来其实有七分之一的长者是退而不休 他们其实过了所谓的退休年龄 我们可能预估 正常预估是大概是65岁左右 他们都还会倾向留在所谓的劳动市场上面 而且这个数字 你跟1996年来相比的话 其实当时是不到一成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差距非常剧烈 但大家会很好奇说 这些长者这些家里的爷爷奶奶 他们如果留在劳动市场上 都在做什么呢 像是呢小黄Win讲 很多都是80岁以上的人在开小黄 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只有642人 还有到了去年的时候 已经上升到了1673人 真正多了大概是有1000人之多 还有就是你到香港会看到很多街头 呃有牌有领牌的这些小贩来说 好了65岁上的比例也都是偏高 2001年的时候是44% 到了2018年的时候是达到了66%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些长者 基本上都是做一些比较基础 而且比较基层的工作 我想要请教老师说 您怎么看这些 当然长者退而不休 基本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都在把所谓的退休年龄往后延 危险驾驶 那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 嗯 第一个程式是说 这些老人家 当初遇息 他是65岁左右 甚至60岁就退休 所以他被迫要持续工作 那种情绪就会非常不满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像法国 要延后退休的时候 大家都有不满 对群情基本可以这么说 那第二个是就我们这个阶段来讲 我们大概预期我们就要工作到很老 对 所以呢延后退休的时候 可能也就心理上面有做调试 嗯 所以这个到三角形的部分 人口到三角形的部分 他是第一个会面临到一个 心理上面的调试问题 嗯 第二个是说那这些老人家 就让主任说他做什么工作 比较低阶劳动的问题 那就变成说他适不适任 嗯 那可是高阶的工作又没有他的职缺 他上也上不去 所以只能往下面的方向走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不可能期待一个 刚才说到香港是金融的中心 嗯 你不可能期待一个80岁的老者 还在上面做分析 然后炒股票 对 那脑袋可能就 体系上面都复合不来 所以那个工作一定是留给年轻人 嗯 所以他只能做一些体力 而且无关于 脑力的工作 嗯 这个方面当然就加剧了 他们生活上面的困 困境 因为 这种劳力工作的薪水就更少 嗯 所以这是第二块的问题 所以总结来讲 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讲的 那这一切都需要政府的 资助 那 香港 最麻烦的 他就是强调小政府 嗯 因为小政府才能够管越少 有大市场 管越少才有大市场 嗯 所以这就变成说 在整个少子化问题 或是老龄化问题里面 香港会变成一个代表 或是最先发生问题的地方 对 但我想要请教老师说 当然我们来看到 所谓的高龄化就业 或者是他们退休之后 我们很直觉说 我们就发钱 让他们好好的养老就好了 但是如果有这么多的长者 必须他可能要留在市场上的时候 透过政策没有办法让他们 比如说重新训练 所谓的技能也好 让他们有办法 平安的 或是顺利的回到 所谓的就业市场 二度就业也好 或是延伸在他自己 原本职场上的生命也好 基本上很困难 就是刚才说的 需要动脑的 可能没办法 是不是跟香港本身的产业结构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然 就是他是以金融中心服务为主 那你这些股票交易都是很 必须要高专注力去做的 那很难是老人家可以做 而且你越上面的职位 越少啊 所以怎么可能留给老人家 所以他们就算在职业训练 他们可以预期想像 比如说像我们的7-11 那种在那边当Sales 或是店员 虽然台湾的7-11也是超强的 对 可是香港没有这么强 有时候可能做7-11或是做超商 也都是一种体力火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要搬东西的地方 可是香港或日本的超商 没有我们这么厉害 所以可能也只能做那些工作 或者是收垃圾清洁的工作 像新加坡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最低层的打扫 或是开计人车也都是老人家 所以老人家能做什么工作 或者是本身就是非常有限 那未来的工作 扯远一点就是可能会被 TRAID GDP 对 被AI或是机械化的方式来取代 所以给年轻人就不多了 怎么去留给老人家 对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也来听听看 正式大学的工刑系教授 苏伟业 苏教授他怎么看香港的就业市场 如果讲社会福利来讲 其实的确相对来讲 香港比其他福利国家来讲 是比较晚 话讲社会福利 但是你说在回归之后 有没有增加 是有增加的 但是可能因为 香港的物价比较高 OK 然后这个可能大家的这个 如果特别是比较收比较低的 可能接得到 就算你有相关的特殊经贵 或者说相关的 所谓现在的年金的那个部分 那年金制度是2018年才建立的 这比较晚才建立 所以可能很多老人家来讲 可能生活上还是不够 因为看到数字来讲 就大概 我看到就是说大概65岁以上 七位当作一位都还在工作 65岁以上 就代表他们还是需要去工作 但也会知道很多各种原因 比如说他的这个 比如说你问到那个子女的 那个供养问题 但其实我会觉得说 所谓养儿防老这种观念 是很早已经没有了 在香港已经早就没有了 比台湾还早 所以也不会期待说 都是透过子女来供养 不要供养子女真的很好 因为现在生活很困难 所以你刚才讲 问买房子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是可能都是 可能我不知道跟台湾一样 说不定可能也要去帮忙去 给这个投期款等等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还是要去工作 当然现在到香港没有所谓 法定的退休年龄 所以导致也没有说 不给他们工作 OK 也没有所谓 因为比如说像公务员那些 在香港来讲是比照 早期那些他有所谓 像我们的月退这个部分 但一般劳工没有 所以如果你光靠你所谓的 退休金是根本不够生活 因为你的物价越来越强 我觉得相对于韩国 日本跟台湾来讲 香港是比较是一个移民人口 移民社会 这个移民社会里面的发生 最近我查看那些资料 其实最近增加人口最多的外来 其实现在香港如果包括 那个所谓费用的话 有61万人口 扣除30万那些费用之外 有另外30万都是所谓 小数主义的 收集当中大概有9万亿 这个南亚人士 然后最近增加最多 也很惊讶就是韩国 所以外来人口包括大陆的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相对于 比台湾韩国 日本是比较能够补充 但问题当然 不是原本那些比较以 华人为主的那种的人口 可能会变成大陆 跟其他国家的移民 但是白眼比较少 因为很多白眼经营过去来讲 可能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所以很多西方的人 会愿意在香港工作 但是因为整个政治氛围改变 所以导致可能比较多的其他的 小数主义都是比较 因为最多就是韩国最近 然后另外就是巴基斯坦 南亚人士 是比较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 它会变成哪一部分的补充呢 那个部分我不敢说 因为如果你说原本那些 香港的华人士 比较是这个中产阶级的精英的话 可能那些南亚的原本 可能都是比较做比较中地下阶层的工作 就是有劳动力为主的 未来会不会改变 因为他们有第二代 因为你发现你去到香港 其实现在我很惊讶 其实也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念书的 他是南亚人 这个数量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多 再加上刚才讲 我更意外的就是有其他的 所以韩国之类的那些人口 其实他未来会变成另外一个 新的补充力量 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相当来讲 你香港做一个长期期 需要移民人口的话 从数量找到来讲 我觉得不太害怕这种情况 但是你说移民的 或新的那些素质怎么样 这个我不敢说 但从量讲来讲 我觉得反过来 我不会太担心 好那我想要持续请教教授说 当然我们听到苏教授的看法 那您怎么看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就很有兴趣 就是说所谓的亚洲四小龙 现在都变成亚洲四老龙了 包括台湾 香港 新加坡 还有就是南韩的部分 当然这些都是在亚洲地区 老子化 小子化跟高龄化 非常严重的区块 你怎么看包括香港在内的 这个四小龙的转型 这个问题 昨天问得非常好 我其实前几天才 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问一下我的助理 他们的教科书 没有亚洲四小龙 我觉得真的是 已经没有 我们当时是有的 把这拿掉 真的是绝对正确 为什么说 亚洲四小龙能够崛起的原因 现在都变成了少子高龄化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亚洲四小龙 包含了韩国 香港 新加坡 跟台湾 第一个是华人文化 那时候勤奋 所以要经济起来 现在呢 过劳 工时长 所以不想生小孩 第二个 我们华人文化比较重男轻女一点 所以呢 女性一旦读了书或学历越来越高 她也不想结婚 受到家庭的束缚 所以第二个 第三个 这些国家都是强调大有为的政府 可是 所以这个全球化之后 国家的开支 政府的开支也开始减缩 所以呢 过去强调的一切的好处 现在都变成现在少子高龄化 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包含了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他们去年的人口也是负成长 所以他们也即将进入到少子高龄 甚至超高龄的社会 所以 过去 我们经济学上讲的总结来讲 有好处一定有代价的 那过去的成本 过去的好处 现在就转化为 我们现在尝到的代价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来拍点 亚洲四小龙的话 当年我们是说小龙啦 过去其实很大部分 还是吃所谓的人口红利 因为当时战后硬和少 有很多 我们说以台湾来做举例 有很多很勤奋的 所谓的这个青壮年世代也好 其实在当时为我们台湾的经济 做非常多的贡献 其实在其他的所谓的 四小龙的国家来说 也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但当这个人口红利 开始逐渐减少的时候 大家也会开始讨论到 人才可被取而代之 尤其现在四个国 四个国家或城市来说好了 其实学历或者是所谓的 相关的专业数量的培训 也都随之增高 是不是有办法来取代 或是呢 让这个老年就业 以及整个在劳动市场上的 逐渐老年化 获得一个改善 您认为 我觉得这是比较悲观一点 就是说刚才主持人 强的两个很重要是人才 对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高龄化 我们也在抢外国人才 来帮助我们台湾的经济 那香港也一样 新加坡也一样 新加坡抢得更凶 那这个人才 我们不会想到是80岁的老头 对 当然还是所谓的 如果来我这边读书 我就把你留下来 或是有什么样的移民签证 我可以把你弄过来 当然是这样说 对所以 所谓人才是在工作年龄 就是25岁到65岁 可能甚至更狭隘 因为65岁要退休了 所以我们的人才 可能建立在20到50岁 甚至45岁之间 对 所以不可能这个政策 会扩及到老人家 所以 现在所谓的人才政策 只是维持 我们现在经济成长应该有的动能 只能勉强维持 那跟照顾老人家 那是不同的逻辑 照顾老人家就是 会削减经济成长动能 因为社会福利的支出 在经济学上面来讲就是 花费就不会再回来的 不是投资 所以这一块就变成说 比他很难照顾 可是又必须要照顾 对 那我也很好奇说 我们讲说亚洲四小龙 变成亚洲四老龙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讨论 讨论到所谓的香港 他要找人才 到底该往哪里找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现在要看香港 能不能回到所谓的 亚洲建筑中心的地位 教授的看法是有机会 但是可能没有像以前这么强 那如果他想要吸引人才 来补他所谓的高龄 或是所谓少子化的缺口来说 好了 他可以往哪边去找 香港的人才会面临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基本上大部分人 有点不太敢去 像我周遭的朋友 或是我自己本身 现在因为国安法的关系 我都不晓得我去到那边 会不会被抓去 还是政治专闻的影响 喝咖啡 所以第一个 这会阻缺人才往香港移动 第二个原因 因素会考虑到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大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或者到去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議 强调的也是要吸引人才 所以中国跟香港 同时在吸引人才 那两个都是属于 政治比较不确定的地方 那我可能就去往中国大陆 可能发展行李更好 所以在这种前后 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他的人才往哪边涨 本身 就我来讲 就会变成一个快选 就是可能要等 现在的香港政府 确定他跟中国大陆的独立地位 相对自由的地位 划分清楚之后 那国际的人才 可能才会重新的 考虑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 还是要等国际 稍微盘点之后 然后确定整个香港的情势 才有办法 发展他所谓的 对外揽台的政策也好 甚至呢来调整 他国内的一些 劳动市场的分布 还有人才怎么样配给 不过我们回到所谓的 这个英法族的族群来说 好了说实话要退休 大家其实都会稍微 可能在退休前 稍微盘算一下 我们就来看到一个调查 他是调查 50到60岁的香港人 你开始做所谓的香港规划吗 你刚开始 或是还没有为退休 做财务规划的 其实蛮惊人的是 有36% 而且他们平均目标的 退休年龄 是大概66到67岁左右 他们认为说 他要存到1275万 这个数字大概就是 他可以退休的 储备的目标 还有门槛好了 但是其实同时也有 44%的人是缺乏足够的资金 我们来看到所谓的 平均退休的储存 储蓄目标是1275万 我们把它换算成台币了 但是香港的财务策划师 学会他说 其实这个数字是不够的 你退休的话至少要存到多少 就是1554万才够 因为他是用每个月基本的开支 是5.23万元去算的 这个数字当然是比2021年 再上升多了7772块 很明显大家可以发现说 所谓的你退休的目标 跟你持续必须要用的钱 是有差距的 当中可能会有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大家越活越老 这个平均的寿命越长的时候 当然你必须要付出的钱就越多 再来另外考量的 就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是不影响 持续在通膨的状况之下 当然你肯定要储备更多的 这个退休金 你才有办法 好好的来过你的退休生活 我想要请教教授怎么看 目前这个数字 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在增长吧 当然这个数字一定会增长 就是主任提到这个 那个全球通膨的问题 那这个全球通膨 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感觉到说 通膨大概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因为 因为疫情爆发期间的供应链阻塞 对 所以造成了有些货生产不顺畅 对 物流上面不顺畅 这是短期的 第二个是整个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 这也是算是相对短期 对 可是长期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生产地位 会慢慢的往其他国家移 往印度啦 或是其他越南这些地方 所以它的成本会慢慢 售价会慢慢墊高 对 那第二个原因的话是 我们现在强调节能减碳 或净银海碳 这些都是成本 都是成本 以后可能就是不能用便宜的 相对比较便宜的石油 因为它会造成比较高的碳 对 所以我们要用风力 要用核能 要用水力等等 再生能源 这些的技术下去都是钱 所以不只我们 其他国家的电价 其实这是大家全球 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到 所以不只是物价 而且是生活上面的水 电费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老人家的话 这边可能没有估算到 老人家的医疗费用 可能是一般人平常 紧急预备金之类的 对就是可能好几倍 所以这个数字绝对是低估的 它的退休金 其实这个目标 可能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硬的 但我想要请教 如果我们反面来思考的话 当然教授我们刚才说 你要可能要好的退休生活 必须要花这些钱 但有没有可能 我们反向来思想说 其实它也是一种商机的展现 因为包括 台湾有所谓的长照的一些相关的措施 然后我知道中国大陆也针对老年化的人口 开始有一些老年化的医疗 还有相关可能养老村的建制等等 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都是一个可能扩大内需 或是增加经济动能的方法 在香港这件事有没有办法办到 所以在台湾 我说一下 应该是台湾有没有办法办到 第一个香港有没有办法建养老村 就已经很小 然后可能往新界的地方 往深圳的 靠近深圳的地方走 那他们的物价本身就这么贵 所以反而过来是 其他国家包含了台湾 或者是中国大陆 甚至到旁边的越南 你的1,250万在台湾很好用 在香港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你就是说鼓励他们的 对台湾的投资移民 或者是中国大陆吸引过去 你的这个钱可以多活 多撑个5年以上 或者到10年以上 那我大胆的提出一个概念或构想 当然过去可能会有些电影是想说 他可能如果在欧美一些人士来说 他可能到了一定的岁数 然后退休之后 他可能就会离开他原本的国家 可能到另外的地方 有一些类似度假村养老村的地方 他可以跟一些其他的所谓的长者 一起待在一起 那有没有可能复制 在香港复制这个模式 也许这些老年人家 他就不待在香港了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到台湾 或到中国大陆去 如果他的钱可能在其他国家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用的话 对对对对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为什么投资移民 所以台湾也是在吸引这一块 因为他也来讲来念 也没有工作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用工作正的合法 对对对 也许可能 就是养老而已 会有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来诞生 对对对对 那如果在香港这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他地下人愁 所以你说要建养老村 那确实会比较困难 对 不过我们说到 当然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 所谓的香港的退休金制度来说 其实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健全 他们是在2000年的时候 才正式实施所谓的强基金 就是包括他的雇主 还有这个劳房 你必须每个月就提拨5%来当他所谓的基金 还有他的退休金的储备等等 但是在之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 是有加入这个所谓的强基金的制度里面 但现在当然是开始比较普遍一点 但在这之前的族群来说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辛苦 对不对教授 大家分享很快 就是他在工作的时间 就像这张图 就是他在工作的时间 有没有为未来做好 自己个人的财务规划 不管是储蓄或者是投资 为他的退休生活去打算 那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现在就会变得比较辛苦 所以这一块人 就变成刚才不断提到的 可能还持续在工作 就是大概是这一块的人 那如果有财务规划的人 可能就会相对来讲 过得比较相对舒服一点 甚至已经移民到其他地方 对 那展望后续 那提拨了这笔钱 事实上 我不知道 香港应该是比较可以期待的地方 因为他英国人的法治 对 那如果像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就可能会有些雇主就没有强制的提拨 或者像尤其中国大陆 那五血一金 不见得每个人都去提拨 所以不见得 就是说有这个法律之后 他们后续的生活就会好过 那第二个是说 政府不管台湾 或是中国大陆 或是香港 财政刚才说财政市值不再增加 所以你这些也是提拨给政府看管 就像我们现在的劳保也出现问题 所以总结来讲 你不见得提拨的 就会有将来已经拿到十足的钱 还要担心可能会有破产的危机这样 对 所以不见得说现在有提拨的 就会有未来的保障 那过去没有提拨的人 可能现在也在提取工作 所以等于说这些长者或是营法族 他留在劳动职场上 不愿意离开 不只是他可能喜欢工作 更大一个层面 可能他是对自己未来的焦虑 因为等于说他离开职场之后 可能没有这份薪水 下个月他可能的生活上 就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状况 放租在全球 基本上也都是类似的 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各个国家 基本上你要远离职场 我们不是说法定的退休年龄 我们说远离职场的年龄 基本上是越拉越长 台湾还算是比较前面一点的 这是2013到2018年的数据 台湾男性64.6岁 其实才会离开职场 然后女性大概是在61岁左右 南韩就拉得更老一点点 72岁男性女性皆是如此 还有英国大概在63 64岁之间 日本也是一个我们知道 是一个超高龄化的国家 大概在70岁上下 在美国呢67还有66岁 男性女性分别是如此 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都开始 逐渐拉长所谓的退休年限的状况之下 台湾势必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香港也是 我想要请教教授的是 当然我们来看到法国 其实现在他光是要把这个 退休的年龄往后延个两年三年 基本上就已经造成群情激愤了 那在香港如果 但香港没有所谓的法定的退休年龄 但是在这些国家 是不是大家开始要特别注意到 所谓延长退休年龄所带的政治动荡 还有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这个因为延长退休年龄造成动荡 刚才讲到法国是个很好的意思 可能法国人比较崇尚自由 对他们就觉得 他们比较希望可以待在家里 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这样 那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应该会 比较任老任怨 嗯 这是民族性的问题 对应该是民族性 你看日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就供体时间来减薪 自愿减薪 你很想像欧洲国家给你自愿减薪 对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 第一个我觉得 在亚洲四小龙的反弹机率 应该不是很大 会有抱怨 可是应该不会到暴动 第二个是 这些人可能 鼻子摸一摸 可能也是必须要延长退休 因为现实层面来干 他还是必须要留在几场上 对因为就开始 昨天就提到香港这个超长寿社会 我如果拿退休六十四岁我预期 那我六十五岁退休 我这比险像刚才说的一千两百七十五万 我活十年七十五岁过世 对 可是现在年龄可能活到八十岁 刚才甚至 昨天讲说百岁人类一大堆 对 那我后面三十年总的过日子 所以他可能盘算一下可能也要往后演 那第三个说 那台湾的这边特别提到说 又十四岁 好像看起来比较低 那是因为 就回到台湾的社会福利做得比较好 而且大家比较愿意提早退休 你的社会福利预期说 政府一定会把你这笔钱给你 不会说没收 或者说不给 那香港刚才已经说了 他是一个过去几年才有这个概念 对 所以他们会不会信任政府 或是他有一个习惯在这边 所以台湾这是很习惯就有退休期嘛 至少从我出生到现在影响的退休期 所以时间到了就退休了 那香港应该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认知了 但我们中观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有这么多人 都必须要在职场上越待越久 然后越待越老的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教授认为说 其实很多的工作 并不是我们说的年长者或是英法族 是可以去承受他的压力 还有他的工作技能也好 是不是也牵涉到未来 如果全球都有所谓的退休年龄 往后年的状况之下 产业的转型 是不是变得非常重要 而且是不是包括AI 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应用 也变得非常重要 当然当然当然 像推美国或是澳洲 他们在推的就下一个世代 最重要就是人工智慧的应用 就是来取代劳动力 对 可是另外一块就变得 比较尴尬的年轻族群 对 第一个 刚才说老人家盘踞在那些位置 你可能有些位置释放不出来 就是劳动力会有些推极跟挤压的 排挤的问题 然后呢因为又要因应少此话 所以呢又有人工智慧 所以又挤赞了一部分的工作机会 而这些年轻人呢 又要养老人家 所以他就会变成二季群 就变成说 刚才就继续不结婚 就会变所谓的躺平族 或者是说不婚族 对 所以的确啦 整个经济 还有整个产业的转型 都是对所谓的少子化 或者是说高龄化 甚至晚婚不婚的 这样的状况 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如何从这个 传业的转型 还有呢当中的劳动政策 去寻找一个对的方法 解方都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教授 来参加我们的访问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收听TVBS看世界 抢救亚洲老化特别报导 我是彭聚 我们再会 不介绍地区远练 比较地区人老 中国六十一年来 首度人口负成长 女性不相信婚姻 台湾连三年生不如死 劳动力消失 解放在哪 抢救亚洲老化 TVBS带您看世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